各位同學,大家好,這段影片是第21課 21課其實是說oxidation和reduction 是 chemical cell的應用 現在就拿出一本書出來,我們就看看書裡的例子 我們就看到書裡很多這樣的設置 我們那個目的就需要在設置裡面 找適合的RA和OA 如果你想在這一課拿高分的話,先決條件一定要看熟這個表 這個表是20課有的,就是electrochemical series 我們要看什麼呢? 就真的要記熟哪些是經常都會出的RA和OA 首先看右手邊 右手邊的是放電子的 就是做一個RA reducing power 記住,凡是reactive的金屬都是很強的RA 如果你看到它,九成都是穩類的 還有哪些東西有機會出呢? 這幾年都問得多少hydrogen cell 或者SO2這些 這些都問得多的 就是因為它有顏色 異症和三加互相有顏色 然後這個就小心點 它通常都是來自水的 水會Ionize 但是水的Ionization degree很低 相佔了Weekly Ionize 變成了這兩個濃度都低 很多時候都不會用到裏 我們又看看左手邊 左手邊那個就是OA的 這邊才是厲害 一看下去一定會選這兩隻 連連都問的,也可以問那個observation 還會問一下halogen Haloogen Haloogen就是這兩隻 還有一些acid Nitric acid Sulfuric acid 但是一定要concentrate 還有哪些會問到呢? 就是鐵梨子 因為二正和三正 可以互相變來變去 有color change 也蠻好問的 還有silver iron 偶爾問一下 還有 copper to iron 也會問的 好,我們去這個setup 我們就選擇了 首先都要圈一圈 圈什麼呢? 你記住 這個才是我們的chemical cell 我們的目的就是 領致到external circuit 就有electron flow External 所以我就要有一邊放電子 一邊吃電子 剛才你看完的表 應該現在有心水 首先看x那個先 喂? 這個這麼強 還要acid 力快 當然選它 所以這個 記住要寫回酸性環境 它就會作為oa oa就是什麼? 吃電子 做reduction 它就變成mm2加 即是這邊就會有一些electron 走進來 即是說你在另一邊 你需要選擇一個東西 就去做ra 亦都要放電子 你剛才看過表 當然是r大 它就會變回ra OK? 好,那最後呢 有些東西我要提醒你的 什麼呢? 就是我們也要檢查 Electro 會不會是金屬 今次兩隻Electro 都是inert 即是沒有化學反應 可以不用理會 而且要小心 一件事就是 同學會覺得 Protessium有化學反應 Protessium是強 不過這個 看清楚是Protessium Iron 是一個很弱的離子 所以我們要塗掉它 第三部分要提問 就是observation observation 通常錯 會錯在這裡 即是十個 即是有六個 就錯了 他們會說有什麼 看到呢? 他們會說 有這個black solid 又或者他們很喜歡說什麼呢? Purple Gas 不知道是否在中三做過實驗給同學看呢? RD的心裡只能想到Purple Gas 你要小心一點 這兩個都是Pure Form Pure Form Pure Form 即是沒有其他東西在裡面 而Pure Gas 你是要給它熱 我整個setup都沒有熱 而今次 出完RD之後 其實 有一個sorben 這個就是sorben 那它呢? 就會dissolve 下去Protessium out 做了一個 Aldine solution 那這個顏色呢? 就是brown solution 所以observation呢? 是brown solution is given out 那這個就是你喜歡 science for 用來test for starch 那支東西啦 好 那大致上明白 那兩個half equation是怎麼寫 有些名詞 我又想加在圖畫裡面 那我們電心 平時你只叫做什麼? 正極、負極 是不是? 其實還有一個叫 就是叫做 陰極和陽極 就是cafol和anl 這樣呢 cafol的意思呢 就是我會做reduction 那剛才說過左手邊是做reduction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陰極 OK 而右手邊呢 除了oxidation呢 我們就叫做羊極 那它的英文就叫做anl 那我們什麼方法寫呢? 就是an ox 有隻牛在這裡 有些老土 還有一隻紅色的貓 wag cat 那我試一下呢 就將這幅圖畫呢 就變回我們喜歡的circuit diagram 那左手邊那裡呢 就會是食電子 食電子就是一個正極 那而右手邊那裡呢 就是這裡 就會放電子的 所以一個負極 記不記得嗎? 負極是這樣畫的 正極呢 就長一點、瘦一點的 那接著呢 一個connecting wire呢 那我當這個是vormeter 其實就等於這幅畫 那這個battery我用黃色筆圈著 那我也記不記得 負極的電芯是出electron 跟current的方向相反 正極就收回來 那這個就正負 這本書的後面的版 108版 都有剛才說的 寵物樂園 有牛 有貓 有少少老套 這個技法 但我自己覺得 是真的 很入腦的 那至於為什麼你說 NL一定是oxidation reduction 一定是caphal 這是別人給的定義 那你就要記了它 那大家就明白 如何製作一個chemical cell出來 那接著我們就想 啊 怎麼可以的vortage大一點呢 那vortage呢 其實就很depend on 你 OA和RA 是Electrochemical series 那個差距的 那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looks 就割了個表出來 其實呢 每一個chemical 在Electrochemical series 一個完整版 都會告訴你 它那條色呢 其實呢 有幾多的 ElectroMotive Force 即有幾多vortage 你當是 那 譬如我選了這兩樣東西 那其實這兩個數字的差距呢 就是當時可以 給到出來的vortage 那所以如果你想的vortage大一點 你當然是找些差距遠一點的啦 那我現在呢 就告訴你 其實那些科學家呢 是怎樣拿到這些數字出來的 好 那我從我的looks 又割了一幅圖出來啦 那譬如這樣啦 今次呢 我又想看看 咦 Copper呢 究竟 你吃電子呢 會Copper2Rain 吃電子究竟有幾多vortage呢 那我呢 就會有這個hub cell在那裡 那在另外一邊呢 我會搏一個叫做she的東西 she呢 就不是c 那其實我的意思呢 h呢 就是指hydrogen 在standard state底下做的electro 好了 那為什麼一定要玩she呢 那原因呢 就是she呢 科學家給你那個定義呢 就是零 而vortage 本身量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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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差距 那如果這邊設定了0 很難處理出來,因為很麻煩把氣態放進去 還有,必須準備一套Hydro-Lion 還要用到很昂貴的Electro-Plantinum